图的话 我游标一样是放在这个枢纽分析表里面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找到那个选项里面 有一个枢纽分析图 那个枢纽分析图点击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选择的哪一种 比如说我用纸条图案确定 这个时候当然它也会 快速的帮我产生一个 这个图出来 不过这个位置我也讲过了 好像就是先帮你放在这边 那你想要放哪里的话 你就自己再去移动 你可以把它放在比如说表的下方 表的右方等等的 或者说你想要再独立出来 我的习惯才独立一个 所以移动图表 帮我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比如说叫Charge 也许Charge2 OK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就帮我把它移到 这个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那再来的话 我可能需要做到 刚刚提过 如果我今天希望这个图 上方帮我加上什么 加上上面这个标题 比如说最常购买哪一种 等一下你就给它一个名称 好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在上方 而且这个上方的位置 还不是在绘图区重叠 那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你可以找到这个版面配置 其实基本上这个 如果你是07 07以后的版本 就是10以后的版本 不过我印象中好像13跟16 好像又长得又不太一样 但是位置找一下 应该还是可以找得到 只是说 就是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如果我要找到那个图表的标题 那在这地方的话 我就版面配置里面的主板标题 那我希望呢 这个图表标题 帮我放在哪里呢 早上我是用重叠 我现在的话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图表的上方 那图表上方的话 这边呢 当然我就把那个名称给输入上去 就比如说 叫最常购买哪一种的设计杂志 年龄报表 比如说我今天呢 根据年龄 那我可以显示出相关的讯息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 把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输入完之后 游标记得停在那个框线上面 那框线上我早上讲过了 一定要点一下变成实线 虚线的话呢 表示你游标还在字上面 那如果你现在去更改 它里面的字的大小颜色 基本上它就只有这两个字吧 所以记得一定要怎么样 游标先放在这个框线上面 选取整个文字物件 然后呢再去做变化 比如说我今天一样 把它改成24号字 那里面的话呢 把颜色改成红色 加粗体字 并且的话 改一个别的字型 习惯上我习惯 假设用标凯底好了 换一下 OK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就已经把那个 我的图表标题先做出来 并且放在上方 第二的话图例 板面配置 早上也讲过 图例部分的话呢 它这边有好几种选项 预设的话是在右边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它显示在上面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边稍微做修改 甚至啦 未来如果你不希望有图例的话 你这边可以选择无 它就关闭 也就是说 在这个右边的这个图例 它就会消失 我们看一下 把它放在上方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在上方就会多出一个年龄 那不同年龄 有不同颜色的显示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把图例 把它放在 这个最上面 图例 这样相对的比较清楚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能够在什么 在那个坐标轴 坐标轴上面 我刚刚提过 我如果今天希望 在这边显示 那个人数两个字 让它显示出来 旁边可以让 这个坐标轴上面 也显示标题的话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这边会显示 坐标轴标题 跟图表标题不一样 我们用的是坐标轴标题 那你还要了解就是说 到底是水平的 还是垂直的这个标题 那基本上 我们现在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垂直的吧 所以呢 你就选的时候 记得不要选错 那我把这个地方 找到这个坐标轴标题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的是 预设好像是5啦 不要显示坐标轴标题 那如果 我今天希望 把那个字打上去 而且喔 这个字要是垂直的 就显示出来喔 不会可以 长得像这样子 人数 OK 那如果要垂直的喔 那你要记得喔 你那个选择的话喔 记得就要选择哪一个 垂直坐标轴 OK 那你不能用那个旋转 那变成转90度 人数变成要横着看 OK 你要转90度才能看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选择什么 垂直的坐 垂直的标题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上面就显示出来 那字还是一样太小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输入人数两个字 那并且喔 把字稍微放大 人数 OK 那接下来的话 一样喔 就是 记得喔 不要点击那个 虚线不要放里面喔 记得点那个框框一下 外面一下 把它变实线 再来做设定喔 OK 这点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点到变虚线的话 它设定喔 可能就只有某一个字 去做那个格式设定 所以点一下框框 常用里面的话 一样喔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大概放大到18号字好了 因为刚刚标题是24号 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字的话呢 也许把它改一下颜色 把它改成也许叫蓝色 可以把它蓝色加上去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完成这个 就是坐标轴上面的标题 OK 那剩下来的话 还有其他包含就是 资料标签 我们早上是有 加上所谓的终点外册啦 当然这一题喔 没有加啦 如果你希望这样 你可以试试看喔 这边的话 看要至中 预设是5 比如至中 那你会发现在中间 就会有数字 OK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看一下 每次上面都有数字 相对的话呢 也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其他的话呢 还有像坐标轴 里面的话呢 需不需要什么呢 需不需要哪些坐标轴 至于隔线喔 早上是有两个 主要跟次要都有隔线 所以也许啊 我习惯主要是要 都把它隔线 都让它显示出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把那个 隔线里面的那个垂直 把它主要的叫出来 这样感觉好像 画个线 会感觉 更能够清楚的 做区隔 OK 那最后的话呢 大概也差不多了 不过最后呢 如果绘图区 早上是有绘图区 加上渐程的效果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说我不用渐程的啦 假设我今天把它填满一下 也许这个填满的样式 我把它改成 预设是没有 不过这里的话 我把它改成图样 这比较简单一些 我把它改图样里面的 这个小方格 OK 类似像这样子 或者其他的 这边我想 请各位自行 调整一个 比较适当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包含呢 也许这边的话 有百分之五啦 百分之十的一个小点 假设我今天 把它加上去好了 按个 我记得好像 我有把它加了一个 类似像方格的效果 然后按个关闭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把那个 图表 图的部分 也把它做出来 OK 那请各位 试一下这个 就是那个 樞纽分析图的部分 OK 那但是版本不一样 恐怕就是 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2010是在版面配置上面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 根据 刚刚的樞纽分析表 另外 再来做就是说 交叉分析的部分 不过交叉分析 可能2007的版本 就是一个 像什么 一个Tone 因为 这版本没有 看到别人都有 这当然 没办法 不过这个版本 舊的版本 可能有些功能 就是他没有 那如果你是 2010以后的版本的话 那也可以试试看 假如说我今天 不是只是针对年龄 而是要 再针对性别 还有什么呢 性别教育程度 跟月收入 去分析 哪一些人 他什么性别 什么教育程度 还有他收入多少 可能比较喜欢哪一类的杂志 做分析的话 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功能 你恐怕就是要什么 筛选 筛选变成说 他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那个 性别 放到什么 放到 报表筛选这边 OK 可以做男女的筛选 那教育程度的话 其实也可以把它加下 还有什么呢 你也可以月收入 所以如果说 你是用2007的版本 也不用气馁 还是可以 只是说 感觉上呢 就是没有像交叉分析 这么的 怎么样 视觉化 畢竟 他这个功能 你必须要点击 然后点一次之后 再换下一个 再换下一个 比如说 女生 他的学历是大专程度 然后呢 他的收入呢 是在 五万块以上的话 那他比较倾向是 哪一类的 年龄层是在哪 不过你会发现 人数就很少 我们不要这么高的收入 假设是 三万块以上 到五万块 每一个区间的话 你可以 就马上可以分析出 不同的性别 在不同的交易程度 不同的月收入 他会有哪些购买的倾向 那你就可以马上有一个 大概的结果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2007的版本 假设说 你没有那个交叉分析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但是如果是 你是新的版本 2010以后的版本 那你可以记得 在上方有个 插入那个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筛选器 那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再加上去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也许先把刚刚 我讲到的这个 第一个就有关图表部分 可以先按照里面的版面配置 先熟练一下这相关的功能 从左到右 不过其他版本 可能还是一样 你可以找一下功能 另外的话 再把刚刚的那个 这个就是 那个 樞纽分析表里面呢 如果是旧版 那我们就用这个 就 报表筛选好了 你可以把性别 教育程度 跟月收入加进来 OK 那试着也利用这个方式做筛选 如果说你是新版的话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也许可以用那个 交叉分析筛选器 来帮我做筛选 不过感觉好像结果 会是 看起来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一个 好像感觉 比较漂亮 质感好一点 但是其实 里子里面都是一样的东西 试一下 请各位先把那个 樞纽分析图 跟那个 就是 报表筛选功能 试一下 好